从数据不难看出一季度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消费明显走强 今年也是我们的消费提振年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市场的活力消费的动力就存在于每一个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的行业中 就存在于每一个走出家门拥抱生活的人当中 线下的消费场景被重新激活人与人重新聚首 一季度经济数据当中接触型消费的快速回暖就是一大亮点 在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亮眼 就是接触型服务业的增长非常的突出 比如说住宿和餐饮业不管是增加值还是生产指数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那尤其是三月份以来呢接触型服务业的回暖进一步提速 数据显示一季度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 其中餐饮收入12,136亿元同比增长13.9% 从居民人均情况看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6.2% 明显快于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其中用于交通通信教育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居前 从我们测算的这个内部测算的幅度零售额情况来看 一季度也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6%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 此外升级类商品销售大幅增长 金银珠宝和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增幅居前 同时居民消费倾向有所回升 一季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2% 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综合来看今年以来消费整体上是呈现恢复向法的态势 但是也要看到居民消费意愿还有待进步提升 下阶段要千方百计的增加居民收入 积极增加优质供给 不断释放消费潜力